就还蛮难过的 就觉得说做到这样 讲到一半忍不住哽咽 叔叔因为意外成了职务人 父亲为了支付庞大的医药费 向放在公司借款110万 没想到却是噩梦的开始 后来又叫我们说 要签一张220万 这是110万违约 所产生的两倍的罚金 330万这三年内会产生的利息 放款公司耍诈约定的110万 只给了40万 而且还吝啬陷阱 诱骗林先生签下500多万元本票 房子也被设定抵押 如今面临法拍 更可恶的是 就连邮局存折提款卡四张 疑似还被卖给诈骗集团 林先生因此一度沦为洗钱共犯 等于被狠狠剥了三层皮 来 我都没有没有问题 当初我要设定 不管要设定任何无间任何 任何的程序之前 我都可以发表的过后 都才设定 为了要求一线生机 林先生亲友和放在公司协商谈判 能想到对方却是脸不红 气不喘大玩合约的 文字有戏 地震事务所打电话到 给他爸爸的时候 跟他爸爸确认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爸爸有没有跟地震事务所告知 说他明确知情 那有啊 真的因为这房子失去了 我真的会失去活下去的动力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 已经去将多生后开始击碎 我们实际打给流行男子 结稿前没有回应 而林先生知道所有积蓄被骗光 才惊觉放在公司 竟然是前科累累 有炸房祖师爷的黑帮分子 如今只能透过法律诉讼 逃回房屋和公道 三连新闻 王宇璇 陈正文 杨新宜 新北 采访宝